目前 里岛澎湖金们也纷纷在机场已经设置了快筛站 澎湖快筛站在28号的时候开张第一天 竟然就验出了两名旅客呈现阳性 所幸PC2结果是阴性的 对此国民党的立委他就提出 希望能够台湾的机场都能够设置快筛站 让要搭击到里岛的人出发之前都能够先筛紧下 为里岛来阻隔风险 对此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 他也点头同意了 提着大包小包行李金门机场旅客依序接手快筛 警医人员防护一包紧紧消毒工具 随时待命不敢大意 同样是里岛澎湖机场快筛站28号才刚开张 大大标语写着20分钟保护澎湖安全 这是第一天206位自愿快筛的旅客当中 就验出两人呈现阳性 虽然PC2结果都是阴性 却已经让里岛居民人心惶惶 保护里岛净土金门女战神一大早就带着标语看板 参加立法院党团协商争取飞往里岛的机场 普设快筛站 总算让中央疫情指挥官陈时中点头同意 部长愿意在台湾的机场设快筛站 这对里岛来讲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为毕竟里岛的医疗量能有限 可以在第一线就先阻绝掉 双北疫情不断延烧 陈时中同意从松山机场开始设置快筛站 只是飞往里岛的机场可不止一个 主要在飞的就是台中台北以及高雄 我们希望在上述的机场能够设快筛站 对三个里岛都会有很好的保障 其实包括金门 马祖 澎湖航班都已经大幅缩减 只是里岛医疗量能有限 万一出现确诊个案 不只让当地陷入染疫风险 人还得送回本岛医治 在设立台湾机场的快筛站之前 我们金门机场的快筛站还是依旧会设立 手足机场防线 卫福部金门医院 也采购来自日本的PCR检验设备 立平三小时报告出炉 里岛零确诊保卫站全面开打 记者叶贤雄 林静彤采访报道